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对照 现代化城市排水系统未必应付极端的天气变化 当有暴雨袭击时发生洪水淹浸 多伦多市府对此会有什么应付措施呢 我们现在通过Zoom市长 请来多伦多市长周志慧和我们一起谈谈 Olivia你好 你好 市长其实看回刚刚过去 多伦多经历了一次叫做八年一遇的暴雨 也导致多伦多市很广泛的地区经历了一次大的水浸 其实我们看回暴雨开始之前 多伦多市府究竟是怎样去监察着整件事 跟着你们去怎样说 我什么时候要作出一些应对的措施呢 你看到其实因为环境那个改变 英文叫做climate change 因为整个地球是开始热了 变成了我们在环保那方面要做得好一点 如果不是那个无论是大水啊 热的天气啊 你看一下在西边那里 BC省和Alberta省都有大火 所以这个全部都是 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叫做climate change 那个地球越来越热 所以尤其是1.5个degree的会热 很多人就有一个应急管理策划的委员会 我们一有什么急事大水啊 或者是停电了 有些这样的特别的急事呢 我们这个管理委员会就立刻开始的 上个星期就一看到有大水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大水来的嘛 但是呢那个大水那个情况呢 就是分地区 有些地方呢就不是很大水 例如斯加布尔那里 有很多华人居住的地方 那个水没错是浸 但是就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因为DDP呢 就在一个Valley Parkway 就在一个Valley里面 那变成了它那个Water Level 就是它一有水一大雨就很容易浸 那里有一个问题了 但是那时候起的时候呢 其实是不是起那里 在那里最好呢 是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看看西面呢 西面就有很多屋子 就是水浸了 就是Basement有很多水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就很近一个叫做 一个河叫做Black Creek 和叫做Lavender Creek 它起这千多个屋子 那里就在一个Flood Plane里起出来 变成了一有大雨 在那里就Flood 那其实如果你说说是 有些什么计划 有不同的计划 在哪一个地区有不同的计划 去处置这个大雨的问题 我想很多的观众都会有一个的疑问 就是说那究竟什么时候才决定 如果可能突然间很大雨 或者一些极端的天气 才我们要关闭了DVP呢 究竟市府是采取一个 怎样的标准去衡量 我们是不是时候要封路呢 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当时不及时就封了DVP呢 如果你看到我们都封得很快的了 但是不是说最快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好一些呢 是可以做得好一些 但是你看到就不是很多车是塞了在那里 没错 我们的救火人员就立刻来帮那些 有些人是在车里面 我们拿它过去的岸边 你看到整个水浸的这个情形 就没有人受伤 没有人有问题 那你如果想回 就是DVP和Gardener 就是明天 就是翌日早上就全部开 因为市政府呢 我们就派很多工作人员 立刻是清潔等等 因为水过了之后呢 有很多叫debris 那些静余的垃圾在那里 那些树啊树枝啊等等 我们都清潔了 变成了之后早上5点钟5am 就已经是全部的工务开了 另外呢就是Union Station Union Station呢 很多go train啊 很多subway啊 地铁啊 这个是最大的 多云多市政府最大的 叫做Transit Hub 那那里呢就是水浸 那你也都看到呢 就早上早已经 就是第二天早上就立刻开了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反应呢 其实都挺快的 还有有些人在那个 在那个elevator 因为他们停了电了 那我们就开了那个elevator 就是把那些人拿出来 所以就没事了 整个计划都做得OK 但是有一方面呢就是 喂 以后如果因为环境转变嘛 会有很多大水 多不多政府怎样准备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Wed Weather Master Plan 这个Plan呢就是 很多那些Tunnel 就是把那些水呢 就是拿出去 一些排水管 排水管 是的 这个Wed Weather Master Plan 就是10年的计划 4.3个Billion 是不是4300亿 4300亿 就不是小钱了 这个就是很多排水管等等 那其实市民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这里我们现在是 就是今天我们在市政府就是在商口中 就是除了市政府可以 弄多一些排水管等等 现在我们就在研究着 因为如果我们那个市路 就是多一些叫做permeable surface 就是多一些水下来的时候 如果是那些bricks呢 就是permeable 就是中文是怎么样 就是不是说一落雨就全部是落不到去那个地方 可以滲透下去的 是的 没错 就是可以滲透到 怎样滲透到呢 那其实呢 原来如果你建训客户屋呢 你可以是那些叫做interlocking brick 那些砖呢 就可以是中间有位置 让水可以进入到地下那里 进到地下它不会流 不会到处流 就不会去浸了那些人的房屋 所以普通市民呢 我们现在就在找办法 做多一些incentive去 比如如果你想弄一个sum pump 把那些水是浸出来 让你那个房屋不会水浸 现在市政府呢 就帮你给80%的钱 比如一千元 我们帮你给800 另外有个叫做backwater flow 就是有个valve 如果有水是弄上来呢 它可以block住 就是让它进不去 那里也都 你如果是买 如果install这件事呢 我们帮你给80% 其实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们可以帮你做到的 现在就想问一下市民 有什么办法 可以令到你的屋里不水浸呢 你可以做到什么呢 需要多少钱呢 我们就想一下 我们市政府可不可以资助一下 例如以前呢 有个叫rain barrel 就是那些大水桶 那些水 对于你在那个屋里流下来 流下来 流下来的屋里就不行了 但如果你有一个大的叫做rain barrel 就是下雨的桶 就可以全部进入到桶里 翌日可以用来淋花等等 变成它就不会全部进入到你的土庫里 以前呢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想一下 那些rain barrel 150块钱 那样 我们多伦多市政府可不可以资助一下呢 等到多些居民 可以做得多些东西 可以帮到他们的地方 不会水浸 这个我们现在在商讨中 就是说也都在咨询市民 看看有什么办法 也都看看多伦多市府自己 会不会有一些的补助 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帮助市民 但其实除了说市民自己做的一部分在那 但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随此意外 我知道你们也都是在那儿检讨着 刚刚过去那次的落大雨之后的应对措施 最重要就是 我们看到刚刚跟散府有一个宣布 就是说DVP 散府都肯给钱出来了 那现在说的可能一些城市水管的老旧 一些基建上面的项目 有没有也都是趁机 就是看一下散府那方面有没有办法 可能帮助多伦多市 不要说只是DVP全天候的工作了 除此意外其他的基建措施的帮忙呢 有啊 现在跟联邦政府谈着 我就是整天都是跟其他层次的政府 就是可以帮忙啊 因为多很多这个大城市 我们如果有些什么 我们基建是老的 DVP60岁啦 老了 那我们要重建 那我们有些水管很老的 那些叫做Hydro Station 又是老的 那你变成了一有水就不行了 就变成了又没有了电 哇 没有电很惨啊 是吧 那所以呢 现在就在商讨着 希望这几个星期内呢 会有一个协定 就他们可以帮补一下 让我们呢 就是无论是水管也好 要维修一些基建 让它不会是漏水 你如果要搭Subway 有几个Subway Station 例如Saint Patrick 你一走进去 一袋水就全都湿了 这里多人多市政府这个市政厅 在我的办公室外面 前几天就大雨了 就哇 我们拿了那些桶来 真的几夸张啊 市政府的办公室都会漏水 因为我们这个市政府也都是 不是新的 所以我们就要重收的 那样东西都是旧的 我们要重整 我们不想居民的地税那么高 所以就看看有什么办法 可以筹到这些钱 那就希望省府除了Gardener之外 还有接管DVP之外 在其他基建的项目上面 都可以有更多的帮忙 多谢你市长 今天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 拜拜 各位如果想重温以上节目内容的话 可以去到本台的网站 点击节目重温里面的传媒对焦 就可以了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